上个周末才完成的花冬铁路电气化测试的普悠玛号居然撞破了头 原来是一列没有在行驶的备车 下午在花莲站机场进行特别洗的时候 在洗车道里头因为调度出了问题 车子开到机场所以里面发生了碰撞 幸好只有鼻盖一道裂痕 他就表示没有安全的疑虑 新款资偿号列车普悠玛投入营运后都没有重大事故 上周还顺利完成花冬铁路电气化测试 不过才过几天就出状况 白色的双开式外凸车头鼻罩上出现大面积裂痕 连纤维都爆出来 下午5点左右普悠玛的备用列车第11边车 由吊椅机车推进花莲站机场的洗车线 准备进行特别洗 当时以时速5公里的慢速 试图将整列车推到机场底部 以利其他列车调度 但是却推得太深 导致速缸车头跟钢筋路障产生碰撞 造成TED2021号机车的速缸车头 出现摸字形的大面积裂痕 所幸碰撞的是背车 不会影响目前列车调度 不过普悠玛因为车身size问题 从刚抵达台湾就曾经卡月台 到现在洗车撞破头 看来台铁对这个大家伙还得更细心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